好了,回來了,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我看到有個網友問問題 我先回答一下他 Terry Chan問 印度誰幫助撐外商,他也想知道 其實他不會單純是撐外商的,一定要說說 很久之前,憑記憶說,如果有錯的話,我也會說他不好意思 在印度,當然現在有一間企業被人說他們造假 就是阿丹尼 這個阿丹尼群,其實是不是真的造假呢? 阿丹尼他們的說法就是他們沒有造假 他們真的造假的,這是阿達利集團 當然,西方的投行就說這間企業有很多東西是假的 也有欺詐 其實阿達利集團,即是阿丹尼 他是反駁了沽空機構的報告 他是反駁了 究竟是怎樣?老實實 他可能有一部分是造假的成分 但是沒有像Hindenburg Research這樣說 那麼嚴重的 因為這個Hindenburg Research 他說阿丹尼過去十幾年 操縱股價和搞財務欺詐 他就把阿丹尼形容是企業界史上最大的編局 那我就不認為他是最大的編局 因為他投資拿出來都是真金白銀的 這個阿丹尼群 這個阿達利集團 這個就是北方邦那裡 還有一個人 這個人究竟是甚麼人 他是台灣人 我不是開玩笑的 這個是台灣人 這個台灣人 就叫做張健庭 不是張堅庭 是張健庭 這個人 他就在阿丹尼群那裡 做的 那你說他是不是支持外商 那 我也要告訴大家 台商就是靠 這個張健庭 在印度下腳的 這個就是 這個張健庭 他其實 他是有 他是有上一代的 當然是 這個張健庭他父親 就是搞航運的 那麼 他和阿丹尼 剛才說阿丹尼就是這裡 他和阿丹尼的關係 是很密切的 那你說 開不開到路 我就說一句實話給你聽 他們真的可以開到路 你不要 你真的不要以為 這個 台商做事是九流流的 台商 在印度來說當然是外商 他們其實 在印度是做到事的 還有 台商他們 之前當然有些問題 譬如工廠被燒了 那些 但是如果單純去看問題的話 看不到實際的局面是怎樣的 這個 實際的局面 我也說過真話給你聽 印度不是說真的 那麼差 還有 台灣他們 有部署的 現實就是 做石化行業在台灣地區 在台灣地區 他在台灣地區沒有發展 在台灣地區 他們現在 台灣做石化的人 有一部份是去越南 有一部份是去印度 有一部份是去印度 其實他們在印度搞了很多年了 其實在印度 你說 在印度也會蝕水 是啊 在印度當然會蝕水 但是投資不會 第一波就賺錢 我講一句真話給大家聽 你不會一下子就賺錢 但是 台灣地區 他們在印度的部署 就不是 近兩年才做的 他們 其實是做了很長的時間 還有 你要留意一下 台灣地區他們的公司 現在是扔很多錢去印度 今年 年初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消息了 就是 富士康也扔多7億 搞新工廠 其實就是 他們就在不同的幫忙做 Terry Chan就是台商要面 不會跟你說怎麼吃虧 如果真的單純吃虧 就不會像前附後計一樣去做的 你當然可以 老實說 你當然可以 現在可以完全看低印度 我覺得 你沒有所謂的 你可以看低印度 但是我只是叫大家 不要看得太差 印度 因為它不是真的 極差的情況 我也很老實跟大家說 如果你覺得印度一定是搞不定的 中國是可以 只有中國可以 印度是一定不行的 那我就告訴大家 這個 看法 就未必準確 真的未必準確 還有 在印度 現在他們已經在搞 iPhone 15的生產線了 其實今年年初他們已經有報導出來 現在他們搞的那裡 當然是班加羅 就是班加羅那裡 班加羅那裡 富士康還可以 在機場附近 找到地去做 這個 嚴格來說 就是搞到 物流說不行的 是解決了 就用飛機運 是嗎 那 現實 我也要說 他們是有 準備的 你說富士康 他為什麼會在機場 在機場旁邊 你走路也比較方便 如果你真是壞 還有 現在富士康 他們 除了做iPhone零件 在印度 組裝iPhone之外 現在富士康 他們現在說 可能會搞到電動車 在印度 鄭德華就說 不是看見印度 是如此 明搶的 有沒有敢跟他玩 有 現在絕對有人敢跟他玩 紅海是不斷加馬 在印度投資的 其實是 還有 現實就是 現在他們 我們開始說的 就是 未來 這個世界 四分一的iPhone 就會出自印度 這個是 今年年初已經說 年初已經說 其實 當然 你說 他們不是說 不是今年年初 說的 他們八年前已經說 對 他們八年前 只是說 現在真的做 印度製造 說了八年 是 事實 但是 現在真正 落手落腳去做 就是 你看看 紅海 就去搞 Terry Chan 說 飛機運貴 不太能 嘗試大量 做 iPhone那些 其實一直都是飛機運的 iPhone那些 一直都是飛機出貨的 你不要覺得 別人沒得做 我也一定要說 一件事 你不要太低估印度 你太低估印度 對大家來說 其實也未必有好處 那 為什麼我一定要解答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 當然 你說看不看好印度 其實我不是十分看好印度 但是 你不能夠排除 他們真的搞得好 因為 現實就是 現在萬夫莫迪 他搞了很多補貼政策 可能你沒有留意 有些人現在說的印度很不行 那些 他擺了很多補貼政策 現在是 他還有 在印度 他有一間 叫 好像叫Dixon 他叫Dixon 他就是幫 三叔 小米 都有份做 做代工的 其實是 喏 喏 那 那 就是 這間 Dixon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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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 還有幫 中國 聯想集團 做手機 所以我就說 你不要太看低印度 其實現在中國人也投資在印度 現在是 現實就是 那 你說 是不是 你去問一下 就知道 現在 那個實際情況就是 那些 就是電路板 鏡頭 那些螢幕 那些螢幕 那些就是中國運到印度的 那些零件 但是他們現在已經開始陷入了 現在是 我現在在說 你說其他產品 那我現在在說 現在就是 高端產品 他現在在說的 印度製造就是做高端產品 你說他那些 就是 礦產能源工業品 人家那些 礦產能源工業品 現在 能源工業品 現在他們是賺到笑的 這個我們之前都說過 所以你說不要看低它就是這個意思 你猜他們那些煉油廠 你猜他們不會想嗎 當然是建在 原油來的 港口旁邊 人家當然會想 你去入油當然是去 那些煉油廠附近那裡 那些 Terminal那裡 人家都會佈局的 不要認為只是中國 才會佈局 有一件事不要太看低自己的對手 這個很重要 其實 國內最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看那些 自媒體 你根本就覺得印度 永世都沒有可能 發達的 但是我就告訴大家 不是這樣 實際上現在在做生意的人 在國內做生意的人 根本 都會有 公司是在印度的 你說他是劏你的 其實他是劏你的 但是 他有14億人 好像舉個例子 就是這樣 就是中國搞高鐵技術 那些有高鐵技術的公司 為什麼都要去 中國那裡 做這個技術 就是一個 技術的交換的情況 那些核心技術 有一部分是轉了給中國的 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市場換技術 用了一招 叫做 那麼印度 他有沒有可能走同一招 其實 對於資本家來說 很簡單 而已 他看到市場 有一個可能性 他就會打招 我不是要唱好印度 我從來都不會唱好印度 是危險的 因為 實際情況就是 其實 印度現在的生產線 是 越搞越多 其實是 我也沒有不斷吹印度 一定要說 我才叫大家看清楚一點 不要覺得印度一定不行 因為你覺得印度一定不行 現在是很危險的 現在是 胖伴說 不看好都要小心應對 萬一他得了 難道要輸完才問為什麼 沒錯 正確的態度就是這樣 因為他始終是一個競爭對手 當然有一部分 低端的事情 中國可不可以給印度做 或者給越南做 當然可以 這些是正常的 但是 現在 就是 印度那裡 台灣地區 也有很多東西 被丟進去 就是 紅海那些 其實有 金、金、白銀 被丟進去 其實是 香港人在多哥哥哥 就說印度人 在非洲做很多生意 其實 印度人做生意 做到全世界都是印度人 他們未必是印度國籍 但是印度裔的人 全世界都是 事實上 印度裔的人 也做很多大公司的CEO 其實他們有一些東西是有優勢的 我講到這裏就算了 當然你說你這樣吹捧印度 我不是 不過我覺得有些事情一定要說 就是 如果太低印度 覺得他不行 其實就 可能很危險 我是修正了我的看法 以前我都覺得一定不行 但是 你看到現在不是的 情況 情況是有些改變 修圈亮說 印度十幾年後 會大變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事 我只能夠這樣說 我也不能說 百分百一定會出現 但是 這是有可能 其實 現在 印度是 兩邊都有人益他 舉個例子 印度的能源 不是在俄羅斯輸入 這是現實來的 西方繼續幫印度買成品油 這是現實問題來的 另外 我舉個例子 現在西方 基本上 他們不會自己真的落籌碼的 有些公司 那麼 他就要台商 其實又去扔台商心口 你說台商 他完全沒有錢賺 但是他會不會 強行投資 他們是不會的 台商 別人都很聰明 你覺得他純粹被人扔心口 他又不是 他被人扔心口的時候 他也有辦法 計算到 有錢賺的方法 台灣人這件事 真的是很厲害 現在你說台積電 要去美國開廠 他們要蝕到趴街 其實不是的 我到現在都不認為會是這樣 我認為台積電去到美國 他們自己都是有辦法殺出一條血路 出來的 這是我操淺的看法 我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Terry Chan說 中國人同樣在全世界做生意 不要看壞中國 我沒有看壞中國 你不要這樣說 我只是叫大家不要看得到印度太差 當你看到印度太差的時候 你就低估了 其實這樣說 有太多人認為印度不是對手 不是一個競爭對手 但事實上印度現在是一個競爭對手 現實就是這樣 我從來都不會看壞中國 不過 你說 我這樣說 是不是要大家正面一點去看印度 就是希望大家正面一點去看印度 我覺得是 是有需要正面一點去看 你 一開始就很負面 覺得像他們一定不行 那麼 我就覺得偏離得事實太遠 這個是偏離得事實太遠 那麼 Eddie Wong就說 印度很多東西都是吹就吹 做iPhone 大部分零件都是從中國大陸入口 這個當然是事實 我也有說到 越南也是 那麼 越南大停電就看到能力有限 印度電力也有很大的問題 不是說看少 而是印度自己吹大了 但是事實上也是 連中國大陸的公司 都有些事情是外判給 印度公司去做的 現在 這個全球化 美國想搞一個逆轉 其實實際上 結果做出來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 將 將世界 就是 有些事情 轉移到一些 我認為都未發展到的地方 未發展得好的地方做 但是 人家會不會 可以改善呢 人家是可以改善的 如果你覺得 現在 中國電力是百分百沒有問題的 或者 中國一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 我就告訴你 不是 其實 中國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 都是經常停電的 你有在大陸搞一個廠的人就知道 整天都停電 自己的廠要有發電機 最初的時候 就是 每個地方都是這樣的 它是搞一下搞一下才會進步的 一個地方 不是 一朝一夕的 你現在 一看就看它不行的 你當然是覺得它不行 但是 你不能夠排除它是會由不行變成可以的 你才經過它 它已經成功了 你已經成功了 問題就是這樣 你看 何苦也說得對 就是 電力只是暫時性 中國初期也是這樣 最重要是有人有地 它總之 有辦法 有人 有一個市場 有十幾億的人在這裡 就是一個市場來的 它還有它的 人口是年輕的 它還有不斷在這裡生多些人口出來 那你想想 那些資本家 會不會完全不投資在印度 每個人都會投資在印度 其實是 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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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 作曲 杨栋梁